國外知名DJ HIGH翻全場 還有辣妹熱舞 跟酷炫活舞表演 期盡滿月趴又來了 6月15號四度舉辦 陣仗更豪華 以電影為主題加入嘻哈元素 除了邀請知名DJ 還有各路街舞高手 在台上來場BATTLE 更與期盡商家合作 推出優惠促進消費 6號開放報名 觀光局預估 這回能吸引超過7000人參加 在暑假的天氣比較好 大概晚上的時候月亮會比較遠 所以我們這次在6月的時候 有滿月趴還有懸月趴 那這次如果天候比較好 沒有受英語的影響的話 應該有7000的人潮 他們 今年元旦特地到市井知南樹 迎樹光 韓國瑜夫妻倆唱歌 有跳舞 還與民眾一起掛上祈願卡 6月除了滿月趴 月底觀光局再出招 29號要在林園的市井知南樹旁 舉辦日出音樂會 邀請市立交響樂隊 在高雄最南京尾度上演奏 與市民迎接曙光 預計會有一千位市民 共享盛舉 而一連串活動 更能為高雄觀光帶來可觀效益 韓國瑜推高雄觀光不只是民友感 連數據也會說話 上任後不但高雄捷運的運量創下新高 截至4月份 捷運日均量更突破18萬人次 比去年同期成長了4.2% 拼經濟全力以赴 要讓人進來高雄發大財 這裡又是黃泉泰國發大財